网上说乌克兰要重建海军了 这可以证明前期俄罗斯说 乌克兰的海军在黑海的战略当中 被全接的这个消息是属实的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一个国家是不能没有海军的 尤其乌克兰虽然现在我们看地图能看出来 什么顿捏斯克呀什么赫尔松啊 那几个地方 被俄罗斯就是从法律上 因为采取公投的手段 带军事的手段被占领之后 它还是有出海口的 并不是变成了像网上说的那种 完全的一个内陆国家 人家还是有出海口的 那么就冲这么一点点小的一个出海口 他们完全有理由再建立一个海军 只不过是规模大小而已 关键现在我们说的一个事情就是 乌克兰还有没有能力自己建造自己的海军舰支呢 目前看是不能的 因为它所谓的重建海军的第一步是从土耳其购了一艘护卫舰 当然说了就按他们现有的海岸线 以及临海的范围有一艘护卫舰已经是很奢侈了 想当年他们有一个黑海造船厂是多牛啊 想当年啊 他们的黑海造船厂是能做航空母舰的 什么咱们咱们的辽宁号 其实就是从乌克兰的黑海造船厂买出来的 俄罗斯现役的库斯涅佐夫 这个航空母舰也是从乌克兰的原来的黑海造船厂出来的 真的是时过境迁 一个国家成立的太简单的话 太容易的话 就是靠一纸宣言 那么就成立了一个大的国家 拥有了那么多的多的这个核武器 拥有了那么多的大的运输机 什么大的这个轰炸机 最后呢 轰炸机据说是拿装载机的那个挖掘机 那个斗子一架一架的砸呀 黑海造船厂的航空母舰 被拆了以后卖废铁都没人要 真的没想到一个国家能成个这个样子 它的最好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 在这次俄乌冲突当中被炸毁 谁炸的到现在都不知道 真的是别人都替它感到心疼 但是我发现乌克兰人好像并不觉得心疼 再卖野田心不疼啊 他们就认为 我总觉得他们认为 一个国家成立之后 关键是自由 我们要自由 我们想干嘛就要干嘛 现在呢 他们要重新建立自己海军的第一步 是先买别人的东西 钱不够怎么办 先欠着 先欠着 他们跟俄罗斯打仗 没有炮弹 买别人的没钱 先欠着 没有大炮 买别人的没有钱 先欠着 你看现在 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 他用的所有的东西 有什么是自个儿的 没有了 即使是自个儿的 也是当年 二十年 九一年吧 九一年至今已经有 过去都三十一年了 是吧 在当年苏联留下来的东西 他自个儿的东西几乎是没有的 就是吃老本 吃了三十年 吃了三十年之后 刚一打仗 没了 整个买的是北约国家的 然后欠账 这个账 这个债 这个变天债 什么时候能还完呢 不知道 前面好像在视频当中 我说过一次 当年苏联和德国打仗 打卫国战争的时候 美国人所谓援助 苏联的那些军火 一直还账 还到2006年 四几年欠的账 到2006年才还完 还了六十年 这还是苏联 曾经还是很辉煌啊 你说乌克兰 他这次和俄罗斯打仗 你说他欠的一些钱 什么时候能还完呢 我不知道啊 当然说我也是替别人担忧 没有意义啊 我只是说 一个国家的强盛 并不是说 我有多少这个人 能喊出多少口号 写出多少诗 做一些多少的艺术品 当然这些都是文化的强项 但是我觉得 我的 因为我小时候学的课 我就是这么教我们的 我不知道你们是 你们上学的时候 视频前的你们 荧光屏前的你们 屏幕前的你们 当初上学学的是什么 我学的是物质决定精神 文化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 子无虚有的 子无虚有的出现一些文化 首先是物质大繁荣 才会出现文化大繁荣 否则只能是空中楼格 那么乌克兰这些年 它的工业有什么呢 我不清楚啊 但是从这次 俄乌冲突可以看出来 它的工厂 是在萎缩 它的基础的制造业是在萎缩 它靠什么这些年起来的 一个 乌克兰是一个农业大国 它是欧洲的粮仓 据说一个乌克兰 一个东北 还有一个是美国还是加拿大 世界三大粮仓 乌克兰占一个 它的农业是非常发达的 但是我们知道 纯农业国家真的是很惨的啊 你在现代社会当中不是工业国家 你也不是金融国家 你以农业立国的话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状况啊 就是我们都清楚 我们中国从怎么站起来的 就是从农业到工业 到现在工业农业金融都开始七头并进 那么我们才有了现在这么一个辉煌的现在啊 那么乌克兰这次呢 刚才说了 它靠什么 一个是农业 还一个 不能说啊 因为它还有个外号 叫欧洲的子宫 这个 这个可能 乌克兰人自己觉得没什么 但是作为中国人来说 恐怕这不是一个什么好的称号啊 就是整个欧洲靠他们生孩子 怎么个靠法呢 其实就是代孕啊 据说就是代孕 替欧洲其他工业国家 或者是金融国家 一些发达国家 给人家生孩子 代孕嘛 代孕我想大家伙都听说过啊 就是今年 去年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明星 因为在美国代孕 就是掀起轩然大波啊 那么这次 我们就是说 乌克兰靠农业和代孕 在欧洲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次呢 发生这个俄国冲突之后 有人说过一句话 如果一个国家成立的太简单 太容易 不是好事情 一直不明白什么意思 现在明白了 如果一个国家不是在雪与火当中诞生的 像凤凰一样 在烈火当中啊 诞生出来的一个国家 那么他 从高层到基层 似乎都不太珍惜 来的太容易的东西 都没人珍惜他 乌克兰现在似乎就面对这么一个问题 是泽连斯基 有血性 可以肯定 泽连斯基虽然是一个演员 但是呢 他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就是 我死战不退 当然乌克兰人我们也知道 之前叫格萨克嘛 是吧 曾经在苏联时期也是和一样 喊过乌拉的人 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也是 也是相当强硬 作为一个总统 人家还是 虽然现在到处借款 到处欠账 到处死人 但是人家毕竟就目前看仗打的还是不错 海军虽然是没了 空军其实也没了 他的空军海军其实都没了 救生陆军了 但是人家依然保住了半壁江山 并且这次在和俄欧冲突到目前还打了一个比较漂亮的大反击 局部战场上还是有所建树 但整体来说他还是输了 从开始他就输了 因为仗在他的国头上打 海军空军都没有了 你还打什么仗 对吧 拿人去堆 这个海军 空军打没了 没有什么可佐证的 现在说我们要重建海军 说明海军给打没了 并且自己没有能力去建造 所谓重建 应该叫重构 说重建似乎不太严谨 作为咱们作为一个中国人 因为我们接受的理念就是 你的武器必须是国产的 如果有进口 不能说没有进口 进口只能是占一小部分 起什么作用呢 起到一个借鉴的作用 就好像我们有一艘辽宁舰 买了一艘辽宁舰之后 我们根据辽宁舰 建了一个山东舰 是吧 然后取得经验 重建辽宁舰 自己建造山东舰 取得经验之后 取得丰富的经验教训之后 我们有了福建舰 对吧 小步快走 很快的 这么大的船我们都能坐出来 我们的飞机 是吧 也是进口的一小部分 然后在此基础上 我们研究消化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军事工业 我们都习惯了 对于这个海军靠买 真的接受不了 尤其是乌克兰曾经 它是有一个黑海造船厂的 作为一个国家 那么大一个厂子到了自己手里 他能把它最后 就是一点作用都起不到 一点的这个好处都没落到 到最后又被人家夺回去 当然夺回去之后 俄罗斯会不会真正的 有效的把这个黑海造船厂 重新复活 我不清楚 但是 作为乌克兰拥有一个黑海造船厂 曾经造出过 几代 航空母舰的国家 最后 他的护卫舰 第一艘买回来的护卫舰 重建海军 第一艘买 第一艘的护卫舰是买的 这个着实 让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感觉到不可思议 同时也为我们伟大祖国 当初的那种艰苦奋斗 一切靠自己的双手的这个策略 还是有一个 有了更进一步的这种深刻的认识 因为当年我们从 就是一切靠自己去建的时候 确实吃了好多苦 就是有好多 这个文人默克对那几个时代 是诟病不少的 他绝对很少去 这个歌颂 大部分都是说 我们当初很辛苦 很艰苦 当然 最早的时候 我们也学过什么建三线的 什么小橘灯之类的 就是说那些 那些人在艰苦的条件下 为国家建设 什么铁路啊 工厂啊 是吧 当年 正是因为当年 他们的艰苦奋斗 以及个体的牺牲 最终 铸就了我们中国到现在 由于有了基础 我们才有了 我们现在世界第一流的制造业 才有了我们 我们在世界上唯一的一个 全门类制造业 就是我们什么都可以自己做 除了我们中国 别无他国了 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非常自豪 好 这次我们就先聊到这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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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